曲名人 教室 各位菩薩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手臉孔的久不見 非常感謝異君菩薩的介紹 我跟她的運緣非常 算是很出盛 因為我在感謝中心的傳政院 擔任監院的時候 常常來麻煩她 她也非常的熱心 提起我這個後輩 也給我們很多的支援 包含一些有機會 像我們在半萬年禪修 他們的一個 算是她的同仁 就全力以赴的支持 這一點就非常的感恩 新劇團就等於是全部都在支持 我們的半萬年禪修 那很感恩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結緣 各位知道嗎 八虎山的加工是什麼 我們有一位尊敬尊貴的師父叫聖言 我們家教聖言 師父對我們弟子來講 他是非常就像父親一樣的 嚴父的照顧 所以家教聖言 那八虎山的出家人就是不一樣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 我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出去外面自修的時候 看到了 那我覺得 我能出家在八虎山 是我的一個非常福報 算是一個福報 也很幸福 因為有師父的母島 還有師父的法義 有政法 有這麼好的一個團體 所以我曾經跟一位居士菩薩們分享 能親近法虎山是我的福報 你只要發一個願就好了 終身復持八虎山 我自己就這樣子發張了 所以我非常開心 我在2002年 進入僧团 然後2003年 師父親自剃肚的 開不開心 親自幫我剃肚 然後一路上 我們受到了僧团的栽培 包括進入聖大還有領執的培訓 那一路上 我們都是在歡喜中一直在學習 那這個過程讓我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徐富丸還有正確的一個團體 提供的那麼好的一個環境 跟正式界正系的國法 讓我沒有什麼後顧之憂 就是很單純的去學習 包含我最近 我剛剛來的時候 剛剛在樓下 很多人在問我 你這半年去哪裡 你最近去哪裡 我說我去自修的 剛好這個姻緣 出家了十年 剛好這個姻緣跟生團 允駕請修行駕 去南投半壁觀 這個蠻有趣的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覺醒當下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分享我在閉關的一個過程 很有意思 我今天講一個很有趣的 像我常常起來起床的時候 四點多 四點起床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要喝水洗手去上洗手間 我常常第一個比我還更早的人 是那邊的原住民 我還通過一上馬桶的時候 裡面都是青蛙 我當下我不知道怎麼處理 還有可能是有很多其他的昆蟲 每天遇到不同很多的狀況 很有趣 不過我話說回來就是說 我這一趟的自修讓我覺得很感恩 我有這個機會讓我可以去不斷又提升去學習 一個是學習 另外一個是自我沉澱 我們每一個人 不管你在任何的崗位 任何的行業 你都要有一個機會 每天你在你的時間的安排當中 要讓自己自我沉澱 讓自己完完全全把所有的事情放下來 讓自己跟你自己在一起 就有句話說跟自己約會 這非常的重要 我們常常把時間給別人 可是我們卻忽略了把時間留給自己跟自己約會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跟自己約會做什麼呢 了解自己 認識自己 然後你去成長 你一定要從自己的身心的狀況來認識 來更進一步的去了解我到底我有哪些的狀況 我要很清楚 你要透過你跟自己在一起才有辦法去看到你自己 那我這趟自修更進一步的也是同樣的 我是更深刻的探索我自己 然後我在課程當中 我在沉澱的過程我設定了兩個方向 就是培養兩種能力 第一種能力是什麼呢 膽型 第二種能力呢 我是要培養我的福利心 這兩種能力呢 必須在我們生活當中去培養 反省自己去培養我的福利心 那這兩種能力的目的呢 就是要開發我們的智慧 非常重要的是 透過這兩種能力的提升呢 來開發我們的智慧 那 必須呢 有這種兩種增長的力量呢 來提升我們自己的時候呢 我們探索自己提升我們自己的時候呢 你還要必須透過方法 透過方法來引導 然後一層一層的去脫掉我們的自我中心 然後呢 往上 提升 往上 開發我們的智慧 這個方法呢 在探索中有一個比喻 叫 以蟹 以蟹打蟹 有沒有聽過 這是一個木 那個蟹就是一個木 以氣打氣或者以蟹打蟹 然後那個蟹是契約的氣 它是一種木片 一種木條 那就是說 我們的一些的器具呢 它的一個縫跟縫接觸呢 古時候呢 他們的一個建築呢 縫跟縫接觸 它是用一條木片或木條把它鑽住 把它卡住這樣子 但是那個 那個木片呢 它會壞掉啊 對不對 那 那怎麼要去換 怎麼要去修 修理 怎麼要去把那個壞掉的那個木片呢 把它 那個修理 它只好呢 再拿另外一個木片 木條呢 一模一樣呢 把它打出去 那就換一個新的囉 對不對 舊的換新的 我們方法呢 就是那個蟹子 一層一層的引導我們 一層一層的往內呢 去開發我們的智慧 就是要靠方法 必須要靠那個方法 今天的題目 覺醒在當下 就是那個氣 就是那個蟹子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了 覺醒在當下 事實上就是那個禪修的方法 好 希望大家把這個蟹子 帶回家去 這樣子 好 這是我的開場牌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法谷山的一個加封 就是分享文化 師父呢 他有一句話 他從小就是發一個月 佛法那麼好 知道那麼少 然後呢 目前為止多 所以呢 他盡他全身 就是他這一輩子的一個力量 他生命的力量 把他 把佛 佛法比較深奧的 轉成白化的 然後呢 不餘力的在世界各地 跟眾生分享 分享佛法 分享文化就是法谷山的加封 所以今天呢 我也是秉持的加封 跟大家來分享 分享個人的小小的一些心得 那我今天講的內容呢 都是很簡單的一些觀念 沒有什麼很深奧的 這樣子 那我們大概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現在還不到兩個小時 我們可能分了兩段 中間需不需要修行呢 就是可以 我們中間短短的 休息一點點時間 那 最後呢 我們留一點點時間 讓大家來提問 那過程當中 我可能會帶領大家呢 體驗一下 禪修的所謂的放鬆 我讓大家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 既然講到分享 那我們 今天的一個題目呢 先來跟大家介紹 我為了這個題目 我這幾天也花很多心思在想 所以我也準備了一個大綱 所以我會看著我大綱在進行 不過呢 我看了這個大綱 我今天在路上呢 又有不同的想法 我覺得這只是參考而已 所以我是有備而來的 我們帝君菩薩問我說要不要做PPT 就是很隨性的分享 那有幾個觀念呢 對我們的生活當中呢 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呢 是可以真的可以幫助我們呢 可以減輕我們的煩惱 這些觀念如果你能聽得下去 你就聽 聽不下去 你就把它當做一個 是什麼 當做是一個知識來學 當做是一個知識來學 也可以 總而言之呢 大家放輕鬆來參加今天晚上這個課程 放輕鬆 那您也請諸位呢多多的指教 那覺醒在當下這個題目呢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覺醒 什麼叫覺醒 覺醒呢 它的一個定義呢 叫做覺悟 也可以說覺醒 醒覺 或者是 醒覺 醒覺什麼 一般來講呢 它有分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呢 是比較外在的 另外一個層次是比較內在的 外在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種意識上的一個覺醒 就是一種覺悟 前陣子呢 不是有發生很多的油安事件嗎 對不對 那大家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引發大家的注意 我們的使用的油呢 是要去檢視 那個瓶檢要更高這樣子 這是 這是 就是讓我們一件事情的發生 讓我們 去醒覺 我們要去注意的事情 還有呢 最近很爆紅的一部紀錄片叫什麼 聽說聲團還包場去看 有 我就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剛好在國外 那後來我有聽很多法師們的分享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在 還有呢 我在網路上稍稍看了這個人 的一個作品 我看了 我覺得是很感動 因為 他加上 吳念珍的一個旁白 有去看的請舉手 這麼多人 謝謝請放 加上吳念珍的一個旁白呢 很感性 感性什麼 台灣的美麗跟哀愁 那我看到的是這位導演的精神 他有一種 算是傻瓜的精神 值得讚嘆 另外呢 他同時呢 用這種手法呢 讓我們看到台灣 台灣的不一樣的一個面貌 不同角度來看台灣 這個是很 也是很值得去欣賞的部分 可是呢 同時你在欣賞這個 整個台灣的這個環境的時候呢 同時呢 我們就發現了另外一面的貪婪 所造成的環境的污染 或者破壞 那這個也是一種醒覺 對不對 外在環境的 讓我們醒覺的 我們應該去留意這個環境 我們應該去保護這個環境的國土 所以呢 外在呢 它是一種生活上的醒覺 但是從佛法的角度來看呢 它是比較屬於內在的 是心靈上的醒覺 佛法講的眾生皆有佛性 這聽過嗎 佛性是什麼 像他們說是沒有學佛的 他們可能對這個冥想不太清楚 如果簡單來解釋 佛性就是所謂的空性 更清楚來解釋 其實就是慈悲跟智慧 這個就明白了 每個人都有慈悲跟智慧 只因爲什麼呢 無名煩惱呢 把我們的慈悲跟智慧覆蓋 所以我們看不見我們自己的佛性 看不見我們的空性 每個眾生都皆有佛性跟空性 每個眾生都皆有佛性跟空性 那我們呢 要去醒覺 醒覺我們的佛性 從心靈上面的一個提升 讓我們的佛性浮現出來 所以覺醒它的最終的目的 是讓我們覺醒我們的佛性 覺醒我們的慈悲跟智慧 覺醒在當下的目的就是要開發智慧 智慧跟慈悲是同時的 這是我們的一個目的 就是我們在練習這個覺醒在當下的時候 就是要開發我們的佛性 所以覺醒有兩個含義 一個是外在的我們對於外在的這個 生活上的意識這個環境呢 我們要去覺醒它 另外呢 我們要從外而內呢 去覺醒我們的佛性 慈悲跟智慧 這是覺醒的一個定義 那什麼是當下呢 諸位什麼是當下 現在 有人說是現在 當下就是現在 那現在怎麼去 是一個很抽象的名字 怎麼去詮釋它 我前幾天碰到一位菩薩 在車上 很湊巧的 他就在跟我分享 什麼叫當下 什麼叫做現在 他講到一個 我覺得還蠻聽得過去的 他說 其實現在是不存在的 因為呢 我們現在只要呢 你去用語言文字去形容它 它就不存在了 這句話聽得懂嗎 你去形容它的時候已經是什麼 過去 比如過去 它就不是現在 所以 現在這個名詞是很抽象的 很難用我們語言形容 去形容它 這樣 語言文字去形容它 那有人說 現在呢 是過去的終點 然後呢 是未來的起點 那到底現在是什麼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去體會 對不對 還是停留在文字上面的一個理解 那這個 這個只是一個定義 那待會我會跟大家介紹 我們如何去發掘 或者是如何去去察覺 什麼叫做現在 他是有 是可以去察覺的 那師父對於這個現在的一個定義 我覺得也蠻好的 因為他把這個狹隘的 因為現在呢 為什麼很難去形容它呢 這個剎那就是現在 這個剎那在經典上解釋呢 有六十個生命 有聽過嗎 在阿比堂那個 那個有形容 那個有解釋呢 這個剎那呢 有六十個生命 當然這個是一個 還可能需要去討論的 六十個生命是那時候的論師所講的 就是不派佛教的時候 我論師所講的一個剎那有六十個生命 大家來探討 可是這個六十個生命 我們怎麼看得到 它沒辦法用語言文字去說明它的 它只能體會 大家聽得懂嗎 它只能去用你的心去體會 然後呢 去體驗那個剎那 那這個是一個狹義的一個介紹 那另外一個廣義的介紹是什麼 事實上它一個念頭也是現在 一個時間 還有一天或者是一季 或者是一年 或者是一個時期 或者是一生都可以算現在 就是廣義來看呢 這個現在呢 它可以從小到大 都是現在 所以我們要活在現在 活在現在呢 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現在在做什麼 活在現在 那 我們沒有辦法清除我們的現在 還有呢 還有呢 我們有時候呢 我們會形容我們自己呢 是 我們這個人啊 活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就好像在做夢 所以有人說什麼 人生如夢 有沒有聽過 為什麼人生如夢呢 因為我們都在不清不楚的一個生活 這個當中裡面 你在你的生活 過得不清不楚 在迷夢之間啊 我們生活在這個迷夢之間 對自己都完全不清不楚的 所以呢 我們說人生如夢 事物不是有句對你嗎 人生如夢 誰都會說 終生做夢 怎麼不行 有沒有聽過 這句話解釋得很好 這意思是說 我們 活在呢 生死夢中呢 在做夜勤夢 對 我們這個人 在這個一輩子裡面呢 在做這個生死夢 那每天都要睡覺 在做夜勤夢 然後呢 因為你不清不楚呢 那我們呢 生活在這個什麼 顛倒夢想裡面呢 在做什麼呢 在做生死夢 我們人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呢 人生如夢 誰都會說 終生做夢 怎麼不行 我們都一直在做夢 在夢想顛倒裡面 不清不楚的緣故 夢想顛倒裡面 在做生 造生死夢 就是在造生死夢 因此 我們每天都在輪軌 我們這一生生世世都在輪軌 因為你都不清楚嘛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都在輪軌 我們都在造生死夢 我們都在輪軌 在輪軌 那人為什麼會輪軌 人為什麼會輪軌 它有很多的原因 這必須讓我們去瞭解 這個我 我們受到這個我 我們執著 我們受到這個我在控制 就是 人啊 我們這一生當中呢 因為我們把自己變得太複雜了 是不是現在的人比較複雜 有沒有感覺 好像以前的人比較簡單 單純 現在人變複雜了 因為選擇太多了 把自己弄得很複雜 還有我們的念頭 我們無思亂想的念頭很多 所以散心炸化 我們的念頭非常的複雜 那這個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因為整個環境所造成的 這是大家的共業 形成整個的讓我們變成複雜 譬如說 現在的那個科技發達 我們是不是很便利 我前幾天 我跟我們專職講說 我想買一些東西 那我就請他幫忙 你知道他在哪裡幫我購物 網路的購物是非常的方便 我的手機 我的 還有我的電腦 還有最近在那個網路買的蠻多書的 全部都是透過網路就可以買 那這個網路的一個便利 造就讓我們很方便 哇 這個資料一大堆 那我們請專職慢慢去挑選 他就是比較 比較啊 貨比三家不吃虧嘛 我去比 比了一個上午 終於拿那個 一個比較的一個 一個最後的一個結論來跟我講 欸法師 這本書多少錢 那本書多少錢 這個電腦多少錢 那你要用這個 那這個的一個規格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那法師你來挑選 我有沒有挑選 我說你決定就好 因為我也懶得挑選 我們就花很多 在這種選擇上 我們花很多心思在上面 然後讓我們變得更複雜 那是不是以前就沒有這種複雜呢 以前沒有網路啊 還有以前的生活很單純 除了三餐之外 日出而做日落而行 他們沒有這麼多的這些休閒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選擇 可是我們現在的人呢 會讓我們複雜 是因為我們選擇太多了 我們從小到大選擇太多了 也因為我們這麼多的選擇 還有呢 環境現在越來越富裕 越便利 那我們呢 就會面臨的 在你的生活裡面 就會面臨很多的選擇 你在選擇當下 你要不要思考 你要不要去抉擇 那你在抉擇的過程 要不要清楚 是不是要清楚去決定一些事情 甚至呢 環境給你一些考驗 你要不要清楚 所以人生如考場 對不對 那這個考場是選擇題多 還是是非題多 選擇 我們都在選擇 然後你要去作答 你要清楚去作答 你要清楚去作答 你才不會判斷錯誤 那請問呢 誰是 這考場的老師是誰 是環境 對不對 那我們是學生 環境在出題 讓我們選擇 讓我們去考 那考的都是什麼 題目是什麼 無限制 考題目呢 不離開人 不離開這個我 自我中心為考題 還告訴你可以open book 那諸位呢 請問 你們在考 在人生的考場當中 你們考得 好不好 是哪一科最難考 是人 這個人格這一科最難考 是不是 你環境的考驗 還有呢 你這個人也是環境 我們這個身 我們這個身心也是屬於環境 在考我們 考我們個人 這個人格最難考 通常呢 人格都是不及格的 所以我一個夢想呢 生平無大志只求60分 而我的人格只要60分 那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那後面都是賺的 還有你們人格想及格呢 一定要來參加我們等人機會 參加我們新六輪的課程 因為我們人 我們呢 面臨那麼多的一個選擇 跟考驗的時候呢 覺醒在當下非常重要 要很清楚 我們生活裡面呢 你不管面對人事物 或者你在選擇物品 你在購買 或者是你有做任何的 發生的任何事情 你要保持清楚 這個就是覺醒 就是覺躁的力量 你要很清楚在當下 我們才不會犯錯 但是容不容易啊 是不是每次都清楚 不一定 不過今天來參加這個課程 就是清楚了 我們通常都是在不清不楚的當下 在跟我們自己在一起 跟環境在一起 然後你面臨的抉擇選擇 你要去做一些判斷 假設你在不清不楚的時候 你在判斷的時候呢 我們的方向又偏了 然後又要再修正 所以活到老學到老 還有呢 你在過程呢 你常常出錯 所以常常在買經驗 是不是 就買經驗 譬如說有人找你去吃館子 去上館子吃飯 那你看了菜單又不清楚 那也不知道 從來第一次來參加 來吃飯 這個館子吃飯 所以人家就介紹你 這個招牌飯很好吃 你要不要吃 那你就吃了啊 對不對 吃了之後你覺得好不好吃 可能口味不同 你覺得不好吃 那是不是買了一個經驗 那你會不會怪你朋友 有時候會的 但是下一次這個經驗就告訴你 我這道菜我就不會選了 對不對 我們就不會再選了 還有我們在網路購買東西 有時候我們沒看到食品 可是買回來的時候呢 不好用 我們常常會出錯啊 因為我們相信自己看到的 或者是 剛才是燒的 燒到大碗的 我們會貪小便宜 那這個買了之後 不符合你的需求的時候呢 我們當下呢 就覺得不滿意 下次會不會再做 重複的動作 很難講 很難講 不過生活當中有時候 我們在不清不楚的時候呢 常常做錯事情 重複倒策 重複倒策就是輪迴了 就不斷地再重複那個錯誤 就是輪迴 這只是一個例子 告訴我們 我們在買東西 我們在抉擇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會出錯 這是很正常的 那錯誤的原因是什麼 錯誤的原因 有一個很主要的 就是我們的主觀的偏見 主觀的 我們太主觀的 剛剛講說環境在考題 就是那個以我為中心 這個我呢 它有一個定義 這個我是什麼 它就是它想支配 這個我呢 它想做主 然後呢 它認為這個我是實體不變的 我們很自我身根地固的一個 自我那個執著就來了 它這個自我執著 來自於那個主觀 非常的主觀 我舉個例子 婚姻結婚是不是很主觀 你選擇對象是不是很主觀 有沒有人搖頭的 可能有 因為你爸爸媽媽幫你介紹的 可是當你自己在選擇的時候 是不是很主觀 你很相信自己的眼光 我去自修之前 碰到一位年輕人 他來找我 他找我呢 他媽媽從加拿大打電話給我 說我一定要去關心他的兒子 我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兒子呢 跟他的太太呢 天天吵架 叫我去關門 那我就找他們兩位來 結果呢 發現呢 他們的一個 因為呢 生活習慣不同 兩個人住在一起 天天吵架 那為什麼吵架呢 都是 芝麻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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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小很小的事情 那我說你們兩個人 在相認識的時候 那個情形是什麼 他說不同啊 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是很完美的 對不對 結果兩個人住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變成怎麼樣 變成仇人 我聽到這樣分享 我終於了解 為什麼有人 為了擠牙膏 擠前面跟擠後面 兩個都吵架了 他們真的是如此 那我出家人當然勸錢 我說 你們不要為了這種小事 多包容 多包容 怎麼包容呢 他看我不是 每次他講話都很是我這樣子 結果兩個人 就現場在那邊吵了 我也很難堪 真的也是這樣子 後來回去沒多久呢 男的跟我講 他決定 就是他們兩個人講話 決定要離婚 最後離婚了 認識 他認識 交往快一年 結婚半年就離婚了 那這也沒辦法 另外一個例子 有一位教授 他對他的小孩子 一直跟他強調 分數很重要 在學校裡面 分數可以決定你的未來 所以他一直要求他的小孩子 他並不是很強迫他 可是不斷的灌輸 他的主觀告訴他 我就是這樣過來人的 我唸到博士 我就是因為我的分數都在明列前茅 那我的分數讓我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向上 或者是爭取更多的好的利益 所以他告訴他小孩 你的分數就是要高 可是這個小孩 天生又不是讀書的料子 結果他就是不滿意 他不斷的說服他的小孩子 你知道小孩子怎麼樣的反應嗎 他非常的厭倦 他告訴他的父親說 我並不是不想念書 可是我念了我的分數 我已經盡力了 但是我沒辦法向你要求那麼的高這樣子 但是他父親不死心 一直要他再努力 後來這小孩子壓力很大 最後他選擇什麼 還沒有那麼難 你報紙看太多 後來他選擇呢 離開他父親 他告訴他父親呢 我這輩子不會再見到你 他父親非常的難過 他曾經就還在 現在還在尋找大陸 他就遠走高跟去美國了 他就這樣子寫了這個封信 讓小孩子壓力到這種程度 我舉這兩個例子 主要要講的是 有時候我們太過主觀認為 應該要怎麼樣的時候 往往我們無法看到事情的全貌 我們只看到事情的某一個部分而已 就像這位教授對他的小孩 小孩子分數沒有很高 可是他也不會很差 但是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專長 對不對 如果說你一意地要告訴他說 只有分數要考高 但是你是不是同樣的 你是不是抹煞了他本身原有的那種天分 也許他其他的才藝很好 那是不是也可以從另外一方面 讓他才藝的發揮 那我們有時候就是太過於主觀 來看事情的時候 來決定事情的時候 我們只看到事情的某一點 很難去看到事情的整體 所以我們常常很容易主觀的原因 然後我們去判斷錯誤 但主觀不是不好 可是不要變成偏見 主觀變成偏見意思就是說 你太在意自己的看法 太在意自己的想法 然後別人的意見都容不下 所以你就會形成一種對立 是不是這樣子 甚至你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 所以過於主觀的偏 會偏於兩極化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讓我們落入了極端 然後會造成我們判斷事情的錯誤 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當然還有其他的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事實上我們人 我們凡夫 並不是天生的佛陀 是不是 我們會常犯錯是正常的 不然我們不會叫做凡夫 我們應該叫做聖人才對 人非聖賢 我們常常會犯錯 但犯錯沒有關係 我們再趕過來就好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在生活當中遇到很多的問題 面對這個問題 面對你生活中給你一個考驗的時候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我們不要學習 不要逃避 不要變成一個駱駝的心態 躲起來或者逃避 請問我們每天的問題有多少 問題非常多層出不久 那你面對問題你要逃 你是不是要逃到哪裡去了 沒有辦法 就像初悟空逃不出回來的手掌 即使他有再大的本事 再大的能力 一般跟頭魚一飛就是十萬八千米 但是你逃不出你的五韻的身心 逃不出你五韻身心所產生 跟你的環境所產生的這些問題 逃不出 那我們面對問題不需要逃避 我們必須要去清楚當下的問題是什麼 很輕鬆的去面對它 所以這個絕躁的力量 這個清楚的力量就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去培養我們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個絕躁的力量很重要 同時你也要有反省的能力 還有你的資金要正確 所以我們覺醒在當下 重點是在覺醒 這個覺醒它幫助我們能生活裡面更穩當 更無物更正確的 你必須要有一個絕躁的力量 這個絕躁的力量怎麼來 你如果沒有這個絕躁的力量呢 會怎麼樣呢 我們就會輪迴啦 我們就失去我們的 失去我們正確的一個 關照我們的環境 或者是判斷 我們開始會輪迴 生活中的輪迴 我們探討一下 哪一些是 為什麼不會輪迴 很多是來自於我們的內在 問題不是在外在 而是在於我們內在 那我們透過這個絕躁的力量 是要來關照我們的內在的問題 從我們內在去看 我們內在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要去看 很多問題的產生呢 是來自於我們的慣性 我們的生活中產生的一些習慣 讓我們呢 變成了不清楚的 在佛法裡面講的 這個慣性呢 會讓我們輪迴呢 有三個 就是 過夜苦 有沒有聽過 過夜苦 會造成 或是哪一些呢 主要的一個 就是貪稱痴 有聽過嗎 貪稱痴 貪跟稱呢 它是一組的情緒作用 前陣子我去 府裡的時候呢 我們開車 然後我們到了 經過一家 巧克力的專賣店 你知道齁 那我們在經過的時候呢 車上就有人起碰了 啊 18都西 那個是在賣什麼 巧克力專賣店 哇真的喔 那我們去買 買來吃這樣子 然後呢 就有人開始討論了 啊 那是有蛋的 真的喔 問看看有沒有其他 有沒有別的這樣子 沒有蛋的 後來我們有沒有買呢 沒有買 也是那個喊要買的人 他一直想買 這是一個例子 因為他看到了一個 這家店 專賣店 剛好引發他的一個喜好 所以他想去吃這個 這個喜好呢 事實上跟貪有相關性的 那另外一個稱呢 這也在生活中常常出現 我舉個例子 我曾經遇過一個生意人 他人非常的慷慨 非常的好 但是他有一個習慣 看到人的時候呢 就會罵人 看到人家一點點動作 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時候 他就罵他 然後我罵完之後他就跟他講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子 對不起 你不要介意 那下次還會不會再罵 繼續罵 跟他在一起的人 很尷尬耶 講完每次都跟你講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我就像個假的 你不要假的 然後下次又在一起 看到不喜歡的時候 會不會 又繼續罵 不罵 不然不罵就是碎碎唸這樣 可是 哇 跟這種人在一起很辛苦 他也會碰過一位中醫師 人非常好 很熱心的助人 但是 他常常也同樣的 看到別人的一些行為 在他的眼中不太對眼了 他就開始會講道理 就要跟他講一大串的道理 然後講講講講 然後那個人真的也很尷尬 也不知道怎麼辦 他只好聽他講 哇 他可以幫病人治療 同時一直講 可以講一個小時 我在旁邊看到的時候 我也覺得 他常常說 常常說 你也說說理 他這個人怎麼樣怎麼樣 叫我去幫他 去做一個開示 我也很尷尬 對 這個是跟稱有關係 是跟稱有關係 可是我舉的這個例子 兩個人都能非常的好 但是他忍不住他的一個慣性 他就忍不住會講出來 就會一直講一直講 這個是貪跟稱的一個情緒作用 我再講第三個例子 前陣子我要去自修 我在自修之前 我一定要選擇這個地方 我修行的場所的地方 那時候我花很多時間 本來那時候的那個講座 應該是在上半年度 可是那時候我心不在這個講座 我告訴 我之前就告訴那個立軍圖上的 往後演 結果他一演就演到 所以說好聽的是 那時候我花很多時間 因為有心 要很趕快去準備我的修行場面 我有一個念頭很強烈 那個念頭一直想到佛陀說 要遠離城鄉 然後要去找阿蘭若處 有聽過嗎 阿蘭若處這個名字 阿蘭若處的意思就是說 離開城鄉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 但是最起碼就是說 你那個地方是牛馬 因為城裡面都會養牛養馬 牛馬的叫聲聽不到的地方 阿蘭若處就是一個極近處的 一個很安靜的地方可以讓我們去讀修 我那時候念頭很強 所以我在找地方 第一個浮出來的念頭就是阿蘭若處 然後再找這個地方 我找了很多地方 後來看上一個地方就是 在日月潭附近山裡面的地方 那個地方真的是 剛接觸的時候是很激進 很美麗 我就喜歡了 然後也敲定了 就搬去那邊 那搬去之後才發現 那個地方不是想像中的阿蘭若處 那時候也很厚 可是當下我是被這個念頭影響 然後看不清楚 也沒有很認真的去周邊去觀察 事實上那個地方是一個觀光區 那個觀光區並不是很熱鬧的觀光區 少數還會有人去參訪 可是很少已經很少了 但是我們去看的時候沒有人 真的很安靜很漂亮 那我們有整體去看 那時候就被這個念頭影響 我再舉一個例子 有一位成衣商 做成衣的商人 他每天那個生活很忙很忙 然後他常常 而且他開了很多的工廠 他要四處廢這樣 他每次在出國要去工作的時候 他在機上常常在講 我為誰辛苦 為誰忙 我把自己弄那麼累 做什麼 他常常在念 然後他就被這個念頭影響了 我賺那麼多錢做什麼 我那麼的辛苦 回來我一定要好好的靠敞我自己 回來一定要好好的靠敞我自己 就這樣子過程旅行 飛行的過程就一直在念 請問他回來會不會靠敞他自己 會 他當下回來第一件事情 他浮出一個念頭 最近有新車 CMW新車 他把他買了一年 剛買一年的新車換掉 就換那一台車 他當下很開心 那這個 講的這個四個例子 我來歸類一下 第一個例子跟第二個例子 是跟癱 所以癱癱引發你內在的一個喜好 然後你產生了什麼 你的喜氣去造作那件事情 所以去買巧克力的 這個 雖然沒有買 可是他是油癱引發的你的慣性 你想要吃的那個慣性 第二個呢 是稱 對不對 他稱呢 他一個慣性 由稱引發的一個慣性 第三個 第三個 第四個例子 是由無名 引發的一個慣性 然後你去產生了貪跟稱 第三個例子 他是由無名 引發你內在的一個貪心 然後你去造作的那件事情 第四個例子 從無名 引發了你內在的一個慣性 他一直在抱怨是不是慣性 引發了你慣性 去造作的那件事情 所以貪、稱、痴 事實上他是一體的 貪跟稱是一個情緒作用 無名呢 他是又是整體的結合在一起 三個是不斷的在串聯 讓我們的生活中 跳不出我們的一個行為 因為我們這個貪、稱、痴的一個 不斷的在造作 我們在我們內在呢 不斷的影響我們內在 讓我們的身口意 不斷的行為去造作 產生的那個力量 那個叫做業力 大家聽得懂嗎 如果我們不清楚 我們就會被我們這種貪、稱、痴的 這種力量 造作的這個業力的力量 我們就會被帶走 我們還不清楚 我們為什麼會發生一些事情 那是因為我們內在的貪、痴、痴所影響 這個業力所造成 業力影響行為 行為熏息業力 所以不斷的形成一個因果的關係 造成的這個人為 一個業力 是這樣的一個行程 那會不會產生痛苦呢 當你貪的時候呢 貪不到會怎麼樣 會起撐 那你撐不到的時候呢 或者是你遇到撐心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排斥 或者你貪心起來的時候 你會不斷的去追逐 你追逐不到了 你就求不到了 求不到會變成痛苦 這叫做求不得苦 然後你喜歡的呢 喜歡的之後呢 不要很義 nhiều 你懷ери 你賺到不喜歡的 不可愛的東西呢 你想要去排斥他 他偏偏又跟你在一起 这个叫做愿争为苦 然后你喜欢的 他偏偏又离开了 爱别离苦 我们会产生痛苦 这个又形成一种轮回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愿争为苦 又形成一种轮回 那我们的生活中就不断的在造作 轮回让我们身心一直保湿 变成什么不稳定 那我们的心也没有办法安定下来 我们的身跟心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距离就越来越远 我们的绝躁的力量 是要帮助我们把距离缩小 我们的身心距离缩小 要看清楚我们这些惯性的行为 让我们的身心距离缩小 那身心距离缩小 我们才有可能安定 我们才有可能稳定 平衡我们的一个身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好吧 我们要不要先休息五分钟 好吧 我们要不要先休息五分钟 靠在你背上面 眼睛闭起来 首先你发现哪里紧的地方 你把那个紧的力量放掉 很轻松的知道自己坐在椅子上 全身是放轻松不用力的 从头到脚的去检查 我们身体紧张的地方 知道就好 知道紧的就轻轻松松的 把紧的力量释放掉 不用力 头脑是不想任何事情 头脑放空 心情保持愉快 心没有任何的负担 很轻松的知道自己坐在椅子 心情呢 是一种非常愉快的 祥和的 幸福的 一种心情 欣赏自己 头脑是非常清楚 没有任何的妄念 有妄念 没关系 回到你的呼吸 回到你身体的绝受 整个重心重量呢 放在你的椅子上 或者是臀部上 或者是你的下肩 把你的心慢慢的从头到脚 透过放松 把你的身心的负担减轻 甚至没有 去体验你的呼吸 享受你的呼吸 享受你的呼吸 呼吸很自然的静 很自然的出 透过 透过呼吸的呼 让我们身体的负担跟紧张 更放松 透过呼吸呢 让我们心更宁静 更专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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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手指頭動一動 腳指頭動一動 回到你的呼吸 眼睛慢慢地睜開 身體簡單地用手按摩一下 放鬆的簡單地練習 我們平常生活 我們很需要的這些放鬆 剛剛講到的一些產生問題的原因 來自於主觀 還有內在深層的這些微細的煩惱 單身吃的煩惱 會影響我們的身心 讓我們的身心處在不安的狀態 乃至於我們產生很多的恐懼心 害怕 都是於深層的這些煩惱所影響的 但是我們心沒有辦法去看到這些 是因為我們的心太粗躁 我們的心沒有絕躁的力量 我們看不見這些 為什麼我們看不見 因為這些內在的這些煩惱 它引發了我們的 從業力引發了我們的這些身心的行為 我們的行為一直慣性地 在帶著我們的 在生活裡面一直照做 所以我們很不辛苦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 習慣了這些動作 我們心又那麼的粗 我們看不到這些根本的 你內在的這些煩惱在作祟 所以我們必須去培養我們絕躁的力量 這絕躁的力量來讓我們看清楚 我們這些煩惱 一層一層地將這些煩惱把它剝開 到最後你連自我中心都把它放下來 讓我們的智慧就會顯現 那絕躁力量的培養很重要 就是我要從放鬆開始 我們需要這些力量來提升我們自己 那我們平常要練習 像我們身心平常都處在緊繃的狀態 我們身心都是分離的 因為我們心常常被環境的考驗帶走 我們心隨進轉 那我們的心又那麼的粗 那常常被外在的環境 你一直在追逐的過程 你忽略了你的身心的狀況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一定要回到你身心 不管你在做事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管你對人跟人在相處做任何事情 人際之間做事之間工作之餘 你都要回到你身心的覺察 以身心做我們覺察的一個 我們講一個原則 所原 我們要去以身心為主 這一點很重要 有時候事情在處理的時候 你忽略你的身心的狀況 到底事情重要還是你的人 你身心的狀況重要 要回到你身心的狀況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的身心是不是緊張的 假設是緊張是不是要調整 因為你在緊張的過程 事情絕對做不好 所以絕照的重點呢 是一定要回到你身心的覺察 然後你發現了 你發現什麼 你身心緊張的 那很基本的 你就把你那緊張的調和一下 培養覺察的力量 第一個就是調和你的身心 那怎麼調和呢 就從放鬆開始 假如你做了一整天的工作 那你做了 你這時候是不是很疲憊的 身心很緊繃的 那這時候怎麼辦 就坐在椅子上 或者是找一個地方 或站著都可以 就是全身不用力 從頭到腳去審查 緊張的地方 就把緊張的力量放掉 那你整個身心呢 是輕輕鬆鬆的 完完全全的 不要用力 那你頭腦呢 保持清楚 清楚的知道你身體的所有的狀況 要暫時的讓自己休息 五分鐘也好 我們生活中有很多這種 零零碎碎的時間 我們要去善用這個時間 來讓你的身心調和 找到一個平衡 然後調和好了之後呢 再重新觸發 如果我們眼睛一張開 就是早上起床眼睛一張開 我們的腦筋一直在動 到晚上呢 回到家裡面 請問我們腦筋動了多少 念頭動了多少 還有你身體都是處在動態的狀態 我們沒有讓自己好好的靜下來 所以你的身心是很混亂的 在混亂的過程當中 我們事情哪會做得好 一定做不好的 因為你已經忽略了你身心的狀況了 還有你把自己弄得很複雜的 還有很多事情 扛在你的身上 你自己是完全做不了主的 因為你的身體會縮爆 甚至你的習慣會帶著你 完全支配不了任何事情的 所以說我們要做主 我們還以為我們可以做得住 可是我們根本做不了主 所以要做得了主呢 我們的絕躁力量很重 我們要善用時間調和我們的身心 培養我們的絕躁力量 那這個時間呢 是很多的 零零碎碎的 我看到很多人在做捷運的時候呢 做捷運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等候可以休息 可是他們在做什麼 就開始忙 在工作已經很忙了 在學校已經很忙了 然後那個零碎的時間 他讓自己更忙 玩得很開心 可是是不是忽略了身心的狀況 身體還是很緊張的 我們就是這樣子把自己的能量一直消耗 一直透支消耗 然後不斷的累積 一直累積 就生平力倦 整個身心是處在很不安定的狀態 那我們要有絕躁的力量 來看到我們的身心 當下你先處理你身心的問題 把外在的環境的事情先拋下 回到你身心的絕躁 放鬆你身心 調和一下 讓你身心平衡 即使是五分鐘 三分鐘都好 放鬆 清楚你整個身體的狀況 讓你自己的負面的能量 緊張的能量把它放掉 恢復你正常的 讓它恢復正常 全身輕鬆的 然後你再做下一面你該做的事情 如果每天這樣的一個練習 你的力量不斷就會累積了 那個絕躁的力量就會累積了 最起碼你的身心是平衡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我們平常也要多運動 多動 多動的原因是什麼呢 讓我們的筋骨可以活絡 因為我們的身跟心是在一起的 你的身體緊繃 也許是因為我們一整天坐著 都沒在動 有時候你想說我有五分鐘要放鬆 可是你沒辦法放鬆 因為肌肉已經形成了一種慣性了 它已經很緊繃緊繃久了 你沒有辦法放鬆了 所以你要去運動 伸展那個肌肉 透過運動來放鬆我們的身體 那身體放鬆的心情才有可能放鬆 所以每天一定要動 動的時候我們也會比較健康 去走一走 去動一動 再來呢 第二個呢 我們身體每天要找時間讓自己靜 安靜的靜 剛剛講的放鬆休息五分鐘也是一種安靜 然後每天要有養成一個定刻的時間 讓我們心可以完全的靜下來 找一個時間讓我們心可以完全的靜下來 那靜下來做什麼 觀察我們身心的狀況 然後體驗一下呼吸 培養你的專注力 靜下來讓我們身心保持平衡 放鬆 把一些緊張的力量放掉 那同時你在體驗呼吸的時候呢 你的心比較能集中 而不會散亂 心集中的時候呢 我們的絕躁的力量比較能提升 另外呢 我們的心還要親近 身體要動 心要靜 另外呢 我們要親近 親近呢 就是我們每天的生活要規律 飲食要正常 有時候我們事情太忙太多 那事情是永遠做不完的 有些人因為事情太忙太多 他就會選擇什麼 繼續的做 或者是超時 然後他把自己弄得很累 或者熬夜 那你熬夜一個晚上呢 可能很難補回來 他會一直有重複的 會累積一些負面的 我們身體會越緊張 那規律的生活可以幫助 最起碼幫助我們身體可以健康 那飲食正常呢 讓我們心 我們身體可以保持平衡 心要親近 先從規律的生活 飲食正常開始 當然我們還要呢 進一步呢 你要去 有一些學習 就是我們內在的一些學習 我們的心呢 要減去很多的雜欄 透過觀念的 透過一些課程的學習 減輕我們一些雜欄 我們心才有可能親近 譬如說你參加一些活學課程 然後用這些觀念來改變 來調整事情 所以我們的生活理念呢 培養這些絕躁的力量呢 調整的身心 還有你常常去體驗你的呼吸 那你生活要規律 還有你飲食要正常 這個都是幫助我們身心 達到一個穩定很重要的一個 這些條件的這些功能 必須要去聚 必須累積的去培養的 每天要去做這樣的一個定課 當然有一些禪修的課程呢 你們可以去練習 去參加一些禪修的課程 培養我們的專注力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觀念 就是要有反省的功夫 要有反省的功夫 那這個反省的功夫呢 事實上呢 是每個人都要具備的 通常我們在講反省 我們都是掛在嘴巴 叫別人反省 然後很少反省自己 特別是在開胃 手指頭都是指向別人 就叫別人反省 還有我們對待小孩子 也都是叫小孩子反省 我們的教育都是叫別人反省 這是一個很容易產生的一個慣性 那我們反省呢 每天做這樣的一個功課 反省意思呢 就是你應該做的 就是起慚愧心 每天就是起一個慚愧心 慚愧心不是不好 它是幫助我們把雜欄心放下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讓我們心親近向上提升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譬如說應該做就做 不應該做就不要做 這個就是慚愧心啊 我們每天這樣子 假設我自己呢 譬如說我自己本身做不好了 那我是不是要慚愧的 我告訴自己啊 我慚愧我們應該要做得更好這樣子 或者是我自己本身呢 有一些得意的事情 那我自己又會產生很開心 那要不要慚愧 要慚愧啦 真慚愧 自我慢性又生起來了 慚愧心師父是常常在教我們 我們在生大 師父很多的課程都在講慚愧心 他常常說他很慚愧 那我們聽到為什麼師父這樣的大德會講慚愧呢 他說他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他覺得他沒有做好 所以他覺得慚愧心 當他起這個心的時候呢 他是不是已經在提升了 他已經在提升了 我們常常有慚愧心呢 我們的內在的力量呢 是不斷地在提升的 那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每天的練習 提升我們善的力量 第二個呢 反省自己呢 你每天去發現你的一個自己的一個慣性 你每天去發現你的慣性 你發現你的一個問題就好了 你每天去發現我有哪些習慣性 你把它記錄起來 然後你過了一個禮拜 過了30天之後 你去看看自己有哪一些問題 你把它做一些歸類 然後做一些改善 這很重要 這招是楊梅老師教我們的 你每天發現一個問題把它寫下來 也許你不需要馬上把它做解答 或者是去改善 但是你累積一段時間之後 你去看看你的問題大概都是哪幾類 然後呢 你再想辦法去對峙去改善它 我們有一些慣性行為 一定要把它調整 把它對峙改變 不要讓它形成這種慣性 造成我們很多的行為 讓我們身心更不安 然後這樣的一個練習做什麼呢 是跳脫出我們生活中的這種 生活的一種輪迴 這樣的練習是幫助我們提升的 你只要願意這樣每天這樣做的 你就不會再去重複倒策了 前陣子我在南投 我常常我在拜佛的時候 拜完佛 然後用完齋 早上拜佛 然後用完齋 接下來打掃 打掃完之後還有一段時間 那我常常起一個念頭 我就想說出去外面逛 那時候我結束完這些工作之後 我會去這個附近的山裡面去逛 然後有一次逛逛逛 逛到了一個咖啡店 我進去喝了一次咖啡 因為好久沒喝咖啡 所以動了念頭去喝咖啡 然後就那麼一次的而已 我接下來的生活 有時候出去逛的時候 很不自覺就走到那個咖啡店去 很奇怪就走到那邊去 事實上我後來 第二次我在走過去的時候 我發現我內在有很 比較微細的這種攀緣心 心還是不夠安定這種攀緣心 那我發現這樣的一個 微細的念頭起的時候 我就要去對峙它 我不想讓它變成一種慣性 我就問我自己三個問題 我去咖啡店的墓地何在 然後去那邊有何意義 那如果要去的話呢 如何去 就是說我去要買什麼 要很清楚 結果我這樣反問我自己的時候 我發現好像沒什麼意義 後來我就沒去了 然後第二次在其他念頭 我同樣反問我這三個問題 問了兩三次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無意義的事情 我就放下了 接下來我這個行為就從來再沒有產生了 就是要去對峙它 另外我再舉個例子 楊北老師他自己分享的 他說他每天回到家裡面 然後跟家裡的互動 就看到爸爸 爸爸 他就走了 或者是看到家人 打個招呼就走了 可是他有一次他反過來看自己的時候 他覺得他好像對家人怎麼會這種行為呢 第一個已經形成一種冷漠了 第二個覺得好像家人跟他沒有什麼關係了 他發現了這個問題之後 他決定要去改變 結果他改變的方式就是跟以前不一樣 爸爸你還好嗎 你吃飽了嗎 他會再進一步的跟他的父親 再做一些互動 然後關心一下 或者是碰他的家人的時候 他會再進一步的去了解 你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當他這樣的一個改變的時候 他跟他家人的那種氣氛就調整了 這也是從發現我們個人的一個慣性去調整 然後去改變我們的現況 第三個例子 我們有位法師 他還沒出家之前 他當義工 他在道場裡面當義工 非常的發心 可是他回到家裡面的時候 他已經很累了 他對家裡所有的事情不穩不穩 甚至吃完飯了 就碰塊丟著就走了 後來他有一天他反省了 他告訴自己 我這樣的行為不好 他為什麼會不好 我好像把家人當庸門太 然後他反問他自己 他在道場當義工 為什麼回家不能當義工 當下他覺醒了 他反省之後他覺醒了 然後他把家人當作菩薩看 他也開始在家裡當義工 他就開始幫忙打掃 幫忙洗碗 然後整個都很親切的跟家人互動 就把在道場對人家好的那個態度 回到家裡跟家人互動 他們全家因為他這樣的改變 全部學佛 這是真實的 他出家的時候他們的家人 開了一台遊覽車 全部坐滿了人來觀送 因為他改變了 那這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生活中有很多的慣性 我們很多的習慣 我們會自以為就是應該是這樣子的 然後你這個機械性的生活 你會對自己不清楚 對周遭的人陌生 冷漠 那整個的關係就越來越不好了 所以那個反省的作用是 我們要去覺醒我們自己 不要把它變成一種生活中的輪迴 讓我們就是關係越來越糟 而是我們看到這樣子的習慣 要去對峙它 我們清楚的這樣的狀況 要去對峙它 不要讓它一直再重複下去 那我們的善的力量就會提升起來 這個反省非常重要 那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透過覺醒在當下 我們要活在我們現在 覺醒在當下 剛剛提到的一開頭就講了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開發我們的智慧 所以我們在活在當下的時候 你要開發我們的智慧 第一個我們一定要活在我們的當下裡面 那這個當下呢 我們怎麼去覺察我們這個當下 一定要有方法 一定要有方法 那禪修的方法有哪一些呢 有很多喔 剛剛練習的放鬆身心是不是方法 體驗呼吸是不是方法 還有我們的鼠息 我們念佛是不是方法 包含我們覺察我們的身體也是方法 還有畫頭末照 這些都是方法 有很多的方法 我們的心在方法上 那個當下就是現實 心離開了方法 那就也是離開了當下 離開了現實 我們的心在哪裡呢 我們心就已經在過去 跑到過去 又跑到未來了 我們的心生活中就是這樣子 常常呢 不是在未來就是過去 然後在想過去 然後呢 推想過去 留戀過去 推想未來 就這樣子 兩極化 那怎麼去讓我們知道在現在呢 就是透過方法的 回到方法 讓我們知道是在現在 在生活當中怎麼知道呢 就是你的身在做什麼 你的心就跟著做什麼 你的身體在做什麼 你的心就跟著做什麼 你要這樣的一個練習 當下呢 你現在手好寫東西 你很清楚你手在動的那個過程 就是回到你身體的觸手 你身體在做什麼 你心很清楚 你心很清楚 我們生根有很多的覺 覺受 觸受 從觸開始 身根的觸開始 去覺察我們的現在的狀況 身體在做什麼 心在做什麼 這個當下就是現在 那這個也就是什麼呢 正念 活在當下呢 活在現在 就是正念的生活 我們每天呢 都可以這樣練習 很清楚知道現在在做什麼 那我們呢 就是做那件事情 一次只做一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一次只做兩件事情 三件事情 有可能嗎 不太可能 當我們眼睛在看的時候呢 我們耳朵的功能會減少 我們的鼻根 我們的舌根功能就減少了 當我們耳根在聽的時候呢 眼根的功能 看了功能就會減少了 那有沒有可能同時存在 除非你達到六根親近 你開悟的 不然不太可能 因為我們的 五根跟五層的接觸呢 通常只能專注一件事情 如果兩件事情呢 就會讓我們的身心複雜了 我們很不容易 但是我們平常可以訓練成 一次做五六件事情 好那個另外一個層次 那是一個整體觀的 你有辦法絕照整體 那是一個功夫 可是平常的人不太可能 我們只能做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訓練到我們自己 可以做到好多事情的時候呢 你的身心分離了 我們的心思本來是一個很完整的 當我們訓練到你可以多重的 做到很多事情的時候呢 你那時候是心思破碎的 就是我們的絕照的力量 我們心的絕照的力量 已經支離破碎了 沒辦法看得很完整的 所以我們的心呢 回到我們現在的當下呢 目的也是要讓我們心恢復整體的一個絕照 讓我們心很清楚的絕照我們的當下 那就是心回到你身體的在做什麼的絕照 身體在做什麼 心就做什麼 可是生活當中可以這樣的練習 幫助我們的心的功能 恢復一個整體的一個絕照 這也許有些沒有禪修的人 他沒辦法去體會 可是這是一個觀念 這是一個可以透過這樣的練習 讓我們心更清楚整體的一個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那這個覺醒在當下 第一個是活在當下 讓我們心呢很清楚的正念的生活 很清清楚楚的在我們的生活裡面保持正念 那第二個層次呢 就是過著禪修的生活 就是禪的生活 我們目的呢 是要讓我們過著禪的生活 禪是什麼呢 禪就是智慧 禪本身就是智慧 也就是說我們運用這樣的一個絕照呢 在當下的絕照呢 讓我們去開發我們的智慧 那智慧是什麼 智慧的生活呢 用過智慧的生活呢 智慧師父形容呢 不是知識 不是經驗 而是無我的態度 也就是我們在過這個生活呢 是用我們的無我的態度來過生活 一般呢 要達到無我很不容易 因為要達到無我呢 你必須要放下自我 那透過自我要放下呢 你又必須要建立一些觀念 哪些觀念呢 你要有無常無我的空的觀念 你要放下自我 放下自我能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但是也可以透過 其實說放下自我 其實說放下自我也很容易 把我放下就好了 但是不容易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把這個我 當成一個有很不便的食品 把它緊緊的抓住它 所以我們才不容易放下 因為我們有一個 因為我們有一個 身跟地固的一個 想要支配自己的一種 那種功能 我們把自己綁得死死的 這個我綁得死死的 所以不容易放下 我們要把這些放下 你要從觀念上面 剛剛講到一個方法 是讓我們回到我們身心的 可是你要透過知見 來把它脫落 把這個我脫落 那這個知見是什麼 就是無常無我空的觀念 什麼叫無常 無常就是它不斷地生滅 所有事情都不斷地在生滅 因為事情的不斷地 任何事情的原生原滅 所以沒有一個 永恆不變的一個東西存在 一個主體的存在 我們每一件事情的生滅 它那件事情有沒有 它存不存在呢 任何事情 一切的現象呢 它是存在的 可是它是暫時的有 它過一段時間又沒有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說它是空的 譬如說我們這一張紙 我們說現在是有 我們肯定它的有 可是它的本質有沒有 它的本質會不會變 它就是過了一個月 這張紙丟在垃圾桶 過了一個月 這個紙會不會慢慢地毀壞 它會不會變 會變呢 它過一段時間 它就會消失了 所以它是暫時的有 我們肯定它的存在 是它暫時的有 暫時的存在 可是它存在的本質有沒有 我們否定它的 它不敢存在的 它的本質 它的自性 它不可能存在 就是它這個主體的本質 性質呢 它會因為變化 時間的一個時間的變化 它就不存在 所以說它是空的 那這些無常無我空的這些觀念呢 我們必須把它建立起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們聽了這些 這些無常無我空 還有聽了很多 你要慚愧心 你要反省 你要絕躁 聽了很多的這些的 觀念 政治方法呢 我們把它當作 很多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好像你遇到境界了 知道了 但是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 學習了之後呢 我們把它當作知識在看 就停留在我們的表層 知識停留在那邊 所以我們遇到境界的時候呢 起不了作用 因為我知道無常無我空啊 我知道了 可是當我們遇到好的境界的時候呢 你就拼命地追 不要再丟 不能 就拼命地想擁有它 不想讓它離開 你就拼命地追 有了 你有了 還要更多 還要更有 我知道無常無我空 我知道它會變啊 可是同時我又要追逐它 那你遇到不好的 你要想辦法一直丟掉它 可是我知道無常無我空啊 我知道它會變啊 東西永遠不會變啊 東西永遠不可能存在的 永遠不變啊 它一定會變化的 那我們要想辦法呢 你不喜歡的 又要一直想辦法把它丟掉 這聽起來很不合理 對不對 我們知道這個觀念呢 可是我們現實的狀況 遇到的時候呢 好像在操作的時候 並不是那樣子 所以我們要把知識轉成知見 把這些聽來的知識呢 跟我們的生命結合在一起 把它轉成知見 之前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常常去思維它 我們從聽聞了之後呢 我們要去思維它 你遇到好的呢 好的境界來的時候呢 你就第一念就思維 這是無常無我空的 然後你這個追逐的心呢 你就會慢慢去放下它 你遇到不好來的時候呢 你第一念呢 就思維 這是無常無我空的 它會變化的 所以你遇到這些事情的衝擊的時候呢 你比較不會那麼的大 它會慢慢的減弱 你要去思維 在生活當中去思維 把我們這些聽來的 魔法的觀念 把它轉成 從知識轉成知見 去練習去思維它 這是生活中的一種練習 那進一步呢 要更深層的就是說 要透過修行去看到無常無我空 譬如說界定會的練習 我們在修禪定 以禪定為主 因為禪定呢 修禪定它可以直接的去看到我們內心的變化 然後我們看到這內心的變化的時候呢 我們用方法把這些知見呢 我們看到內心的這些念頭的變化呢 我們用這些方法把知見一層一層的去看到的 結合在一起把這些念頭一層一層的把它剝掉 把它放下來 那我們不斷的在這種深層的這樣的放下的時候呢 無我就出現了 自我中心就慢慢的脫落了 智慧就顯現了 這樣的一個練習 智慧要把從知識轉成知見 然後透過修行 讓我們的智慧顯現 那當然呢 有智慧一定要有慈悲 慈悲跟智慧是一體的 當我們生活中呢 也要培養我們的慈悲心 我們盡量呢 把我們的周遭的人呢 當作我們的所緣性 我們的著力點 然後多一層的關心 多一層的體諒 多一層的包容 這是有智慧的同時 自然呢 我們的慈悲也要昇華 要提升 那這個慈悲心在生活當中 是這個發揮我們慈悲心的功能 它是一個利他的工作 用慈悲心來對待人 我們比較不會有太多的衝擊 就像師父講的 慈悲沒有敵人 然後智慧不起煩惱 曾經有遇到一個義工 他來我們農產市當義工 然後那時候農產市剛好在重建 他非常的發心 然後他不管是人力物力財力 他什麼都接 他本身也承擔了很多的指示 可是做做做做的時候呢 他常常在起煩惱 他常常在起很大的煩惱 那做完之後呢 他常常在抱怨 那請問他有沒有對自己慈悲啊 沒有 我們在發揮我們慈悲心力他的時候呢 應該是一體的 當你在道場幫助別人的同時呢 你應該是快樂的 你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呢 應該也要慈悲你自己 你慈悲別人也要慈悲你自己 他應該是一體的 假如你在幫助別人的同時呢 你產生了很多的煩惱 那已經不是慈悲了 慈悲應該是平等的慈悲 因為你也是眾生之一嘛 以眾生為著力點 你也是眾生之一 可是我們在付出奉獻的過程當中 如果發現自己情緒一直起來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要先對自己慈悲 先慈悲自己 你會告訴自己 哎呀 我真愚蠢啊 我又不對自己不慈悲了 我把自己當敵人了 可是師父說慈悲沒有敵人 我又把自己當敵人 敵人意思就是 你一直產生了衝擊 產生了對立 你跟自己產生了對立 所以這時候是不慈悲的 這時候你要馬上去調整 要覺醒 調整一下 我對自己不慈悲了 所以平常練習的時候呢 你發現自己的情緒起來 就先自己穩定下來 那我們 有了慈悲 有了智慧 因為你在當下呢 你要隨順姻緣的去做任何事情 當下隨順姻緣的做事 隨順姻緣的意思是什麼呢 很簡單 當下是什麼就是什麼 不要加太多的任何的東西 不要加自己主觀的很多的想法在裡面 譬如說你到道場來幫忙 然後人家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如果人家叫你掃廁所 你跟人家講說 我是當屬定員 你叫我掃廁所 請問是不是又加了很多一層的東西了 那是不是當下的姻緣了 已經不是喔 你知道加上了任何的一層的東西 那已經不是當下的 當下姻緣 那個姻緣應該是很單純的 沒有任何的其他的雜欄 它很單純的一件事情 它是什麼就是什麼 不要加上任何的東西 因緣安排是什麼 我們就接受什麼 我們就去做那件事情 做完了又是另外一件事情的因緣了 那你就隨順的那個因緣去做 假如那次因緣讓你產生不好的煩惱了 那也是你的因緣 你就是面對它 接受它 處理它 那你就要放下了 因為因緣沒有所謂的好跟壞 隨順當下這個因緣 這個因緣所帶來的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接受它 這是我們的因緣 我們就面對 接受 處理 放下它 事情過了 這因緣又改變了 不是當下的因緣 就是另外一個因緣 我們另外一個因緣 能做就做 不能做 我們又產生就放下了 我們又去做別的事情 隨順當下的因緣讓我們身心是很輕鬆的 很簡單的在過生活 假如我們加上很多東西 那又不是當下的因緣 那又起了很多的衝突 當下的智慧又不見 又在煩惱當中 如果我們懂得隨順當下的因緣 我們是很輕鬆的 那是有智慧在過勝的 那我們有了這樣的一個知見 我們去練習 我們要有慈悲心 要有智慧心 讓我們昇華 那我們也要發不理性 覺醒在當下 就是我們有慈悲 有智慧 我們要去奉獻 我們要把自己呢 就是說我要發成佛的心 把所有的人當做未來佛看 那用一種無我的親近的心 來跟他們結緣 不求回報 這叫做福底性 那我們這樣的練習 我們就是奉獻 我們跟這個眾生結緣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奉獻我們的生命 然後跟眾生結緣 是要長養我們的善根 我們的善根需要長養的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在南投住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人 那位菩薩是附近的一個民宿的老闆 這個人我跟他不認識 可是我搬去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在幫忙我了 我住進去了 很多東西都要重新的設備要 重新的整理 屋子要搭掃 環境要整理 他很自動的就來幫我的 大概他應該有七十歲 然後我那時候第一天來的時候 我覺得他這個人很熱忱 我也覺得很感謝他 我要把我的紅包給他 他不熟了 他很自動就來幫我 然後還很客氣跟我講 你有什麼需要你不要客氣 你就打電話給我 我當下是很感恩的 後來未來就是我住進去的生活裡面 我常常去找他 有任何事情就打電話給他 因為人生地不熟 出外靠朋友 他常來幫我的時候 我當下起一個念頭 他是我的道友 我把他當做道友來看待 然後我很感恩他 包含我們的環境要割草 他都主動來幫我的忙 後來我去找他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人值得讚嘆 為什麼 他就是從小到大 他就是有個觀念 他說對人好就是對我自己好 所以他一直不斷的去幫助別人 可是他不是佛教徒喔 那我當下我就跟他聊 他做了哪些工工尾業 他帶我去看 他後面獎牌一大堆 整個房間都是獎牌 曾經有三任的總統接見 好人好事的這樣子的一個接見 可是他非常的低調 那我覺得很讚嘆的是因為 他發自內心的幫助別人 我值得學習是因為 這個人的生命裡面 他是充滿了熱忱 充滿了好意好心 充滿了助人的那種善意 這就是他的善根 不用教的 不用別人告訴你怎麼做 他自己本身的生命 會發揮出這種善的力量 這叫善根 假如我們沒有絕道的力量的時候 我們會失去這種善的力量 我們沒有去提升我們善的力量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心都是處在不善的狀態 你的善根不足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多去培養你的善根 多付出 多貢獻 學校的目的幫助我們身心穩定 我們有的慈悲跟智慧不是只有為自己 而是要為大眾來服務 必須要提起這個善的力量 培養你的善根 你看師父就好了 他是不是善根實處 他對眾生充滿了慈心 充滿了愛心 他自然的流露出來的 他不用刻意去表現 說我要慈悲你 我要對自己要有智慧 我對別人不要有敵人 他沒有 他很自然的生命流露出來的 很真誠的對待每一個人 當他在做一件事情 他都想到 這件事情是不是對眾生有利的 這個就是他的善根 第一內起來的都是想幫助別人 這個善的力量 我們需要去培養 讓我們的生命充滿光輝 那最後 講到最後可能大家就很開心了 啊 時間到了 我們已經過了 覺醒在當下 我們要去奉獻我們自己 然後去提升我們自己 讓我們的品質提升 然後我們去幫助更多的人 當我們在幫助很多人的時候 你心要不要掛愛 不要掛愛 心就放下來 不求回報嘛 對不對 我們就隨緣努力 無所執著 不要執著任何事情 我們要去做一個故事 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生人禪師呢 他很有名 他自己也不算有名 他自己就寫了一本 對金剛經 就抄了一本金剛經 然後呢 有一天呢 他碰到一個脖子 老婆呢 在賣點心的 他就碰到他的時候 就去找他 然後說 欸 那個 他就要買東西了嘛 然後那個老婆子呢 看到他背著金剛經 抄了很多的金剛經 他就說 你背的是什麼 他說金剛經 好 那老婆子就問他啦 那金剛經講呢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現在心 然後未來心不可得 請問你要點什麼心啊 當下那一位禪師怎麼樣呢 認住了 沒有回答 那我問你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過去心不可得 那請問要點什麼心 有什麼心 有什麼心 有什麼心就吃什麼 就是我們用這種平常的來過完生活 不用執著任何的 當你要點那個心的時候 就已經執著了 無所執著 我們面對任何事情的 都是很輕鬆的 讓自己簡簡單單的生活 讓自己快快樂樂的 很單純的 不要把自己變複雜的 覺醒當下就是要讓我們過簡單的生活 讓我們自己有智慧 很輕鬆的在過生活 我們當下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說我出家十年 我開心到現在 這是很幸福的過程 謝謝黃明大王 非常感恩長遠法師給我們做精采的演講 其實今天長遠法師講得非常非常的深 可是他用非常輕鬆跟簡單的勾勾的方式 我的感覺是說我以後要做好功課就是 因為我有每天都有記照的習慣 就是把每天的支出做一個記照 那以後可能還要再另外一個本子 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慣性 生活中不知覺的慣性 把它記錄下來 那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然後記錄下來之後 你才會慢慢的一個覺醒 就像法師說的 我們有時候有知識 可是你不見得會有一種知見 因為你聽過有時候 不容易把它實踐在生活當中 可是要有一些方法 那慢慢的就會真的往內心走到那個覺醒的一條路上 這條路當然不好走 可是像法師這麼開心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典範 我們就是從培養慈悲心跟智慧心去 慢慢的去覺察我們自己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法師要不要開放問問題 不知道各位師兄師姐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教法師 一隻老鷹 抓了一隻小雞 去為他自己的效應 去為他自己的效應 這隻老鷹是什麼 這隻老鷹是什麼 老師有沒有聽清楚他的問題 那個有 就是為了吃飯 一隻老鷹 他很努力地去為他自己的小鷹求生計 他去抓了一隻小雞 把這隻小雞作為他自己的小鷹的食物 這個是Smile 這個是一個適者生存 不盡天正的世界 那這個老鷹是什麼意思 這個問題應該去問老鷹才對 這好像很有那個蟬 蟬的味道 那這個法師的那個回答也很有蟬意 可能我們真的要自己再去 多反思一下自己的那個起心動念 那我們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很難得法師在這邊給我們那麼多的一個開示 而且這對我們生活真的很有幫助 提升的一個開關 如果在座沒有問題的話 那表示我們今天已經非常有收穫 準備回去好好地實修 非常的感恩法師 讓我們用再次熱烈的掌聲 那也謝謝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 最後一場的心靈講座 那2014年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再來提升我們自己 那我們的心靈講座的課程已經排好了 從2月份開始 因為1月份剛好碰到我們除夕夜 所以那先恭呼大家新年快樂 那明年見 那明年見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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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